沈阳今天已经开始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了 提醒一下 这把是就一天 截止到今天晚上十点 还没做得涨点心 赶紧的 回头这健康码变黄 驱不了菜市场 进不了小区 坑自己害别人 咱们来说一个挺受关注的事 去年七月份 在江西庐山景区 有个女大学生坠牙身亡 当事人的父母要求景区赔偿 这事谁能放过你 现在法院判决下来了 女大学生景区对王 父母状告景区赔偿 索赔金额90多万 法院审理近期宣判 时间回到一年前 2021年7月26号 大学生小刘进入庐山风景名胜区 龙手崖景点之后 就没了消息 小刘的父母8月6号 向龙山公安局报案 警力立即出动 4天之后 在龙手崖下方约60米的地方 找到了一具尸体 经过DNA比对 确认死者身份为小刘 于7月26号当天坠牙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 小刘是通过登山小道 进入的景区 并没有购买门票 据警方了解 小刘在高中时 曾经因为学习压力大 患上了轻度抑郁症 而且在事发后 还跟母亲产生了争执 警方派出踏杀后 经过警区安全管理部门协调 保险公司赔偿了小刘父母 4万多元 然而 协议签订之后 小刘的父母 却将庐山景区的管理部门 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90多万元 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为 龙手崖景点 作为开放式户外景点 沿途设有安全警示牌 在陵崖观景点 设有1.2米高的护栏 已经进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作为警区安全管理部门 只有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 承担责任 从本案来看 警区进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在小刘未购买门票 不符合理赔条件的情形下 争取到了保险公司的部分补偿 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小刘的死亡 系自身过错造成 应当自己承担后果 在排除他杀的情形下 结合小刘生前患有轻度抑郁症 独自出行 事发前与母亲争执 抛弃行李 以及警区安全保障措施齐全等等 推定其死亡 系自身故意造成 所以驳回了小刘父母的诉讼请求 有人说 大学生的有迷失行为能力 无视提醒还不够买门票 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还有人说 支持法院判决 也有人说 父母不会检讨下自己的错误吗 这个女孩只是少了倾诉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 这算恶人吧 痛失女儿 这种闹心和悲伤能够理解 但是这逃票进山 咋和人家有关联呢 所以说 干啥都得走大道正道 咋和人家有关联系的